作为与恒大融创万科并列的房企四巨头之一,碧桂园很容易会被人拿来和恒大做对比。 此前,恒大许家应父子因涉嫌违法违规,已被带走调查,恒大多位高管,也相继失联被捕。 市场不免对碧桂园也存有担忧,对其创始人家族和高管的动向,更是极其敏感。 此前坊间就有传言,杨慧妍已辞去职务离开中国。 近期甚至还传出,杨氏妇女已经被广州警方控制。 对此,碧桂园的反应也很迅速。 10月13日,碧桂园官微发布消息称,创始人杨国强,总裁莫兵,于11日前往广东顺德某项目,进行指导工作。 这使杨国强3月辞去董事会主席,交班女儿杨慧妍后,第二次的公开露面。 半年多前,将全球最大房企,交给女儿杨慧妍后,掌舵碧桂园31年的杨国强,就此退休,也先少公开露面。 即使是碧桂园集团的阅读管理会议,也几乎看不到杨国强的身影。 而这一次,杨国强又再次高调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 白衬衫搭配黑色外套,戴着红色安全帽。 一脸认真听着工人的汇报,偶尔还伸手悄悄身边的墙体。 虽然表面来看,这似乎只是一次寻常的工地探访。 但谁都知道,本已退休的杨国强,此次与墨斌一起突然公开露面。 毫无疑问,就是想侧面反击谣言,证明自己还没进去。 而就在同一天,杨国强卖私人飞机偿债的消息,也迅速传开。 相关知情人士告诉记者,杨国强的私人飞机,已卖掉一架,另一架还在卖。 其中卖掉的那架为新飞机,一直放在境外未曾使用过,另一架目前在用,但也已挂出。 这一点,在10月9日召开的集团高管会上,墨斌就曾透露过,杨氏家族正计划出售名下的私人飞机。 而对于公众最为质疑的资产转移问题,墨斌也主动作出了解释。 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股份,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的了。 目的是为了公益事业有所保障,只不过,时间点选得不好。 此外还有消息证实,杨氏家族近期向碧桂园提供了,3亿美元的无锡借款。 而这一动作,似乎是想向市场证明,其效仿融创孙红斌自救的决心。 后者于2021年,向融创提供了,4.5亿美元的无锡借款。 目前,碧桂园的短期流动性,仍非常紧张。 据统计,碧桂园如今存续离岸债券,共有24支,合计规模,约107亿美元。 主要集中在,2024年至2026年到期。 在这24支,存续离岸债中,美元债共有15支,规模合计约,96.4亿美元。 2023年内,虽然没有美元票据本金到期,但是面临利息兑付问题。 目前,碧桂园共有两笔美元债票期尚未支付。 分别为9月17日到期的,1500万美元,以及9月27日到期的4000万美元。 而两笔票期,均有30日的宽限期。 10月10日,碧桂园公告称,由于某债务到期尚未支付,将推进境外债务管理措施, 并聘请专业机构,协助评估债务状况,并制定整体的解决方案。 这意味着,碧桂园境外债务的重组工作,即将开启。 而就在几天前的10月5日,荣创境外债务重组计划,获得香港高等法院的批准。 此前计划,已获得美元债权人,近99.75%的赞成票,债务总额通过率,为98.3%。 这一批准,使荣创成功完成了债务重组,在化债路上,跨出了关键一步。 可能是孙宏斌的成功,让碧桂园看到了希望。 此前坊间有传言,杨慧妍曾亲赴北京,向孙宏斌请教关于化债的相关问题。 但很明显,两家公司有着很大的不同。 荣创能走到这一步,最关键的就是其项目突出集中在一二线城市,基本面相对较好。 当然,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 孙宏斌在荣创上市之后,共拿了106亿分红。 在荣创暴雷之初,就掏出了个人73.8亿资产,注入到荣创,与其共存网。 而作为增信措施,孙宏斌还为债券斩期,提供无限连贷责任担保。 也就是说,如果荣创倒闭,很可能意味着孙宏斌的个人资产,也将被清空。 选择无限责任担保,是孙宏斌个人的沉舟破釜。 也是给其他出险房企提出了一个化债解决方向。 但很多人,根本不愿这样做。 公司可以破产,但个人财富,必须保护延续下去。 这是国内不少暴雷房企老板的普遍思维。 有限责任公司,责任有限,这虽是基本常识。 但目前众多出险房企,最大的问题在于,资产的个人化,风险的社会化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中国的房地产业飞速发展。 中国的地产公司,也借助高周转高杠杆迅速崛起,并不断扩张。 特别是,借助国内特色预售制的融资功能,房企们把高周转的威力,发挥到了极致。 可以这样说,高周转的根本,就是预售回款。 在把回款的钱,继续投进房地产项目,继续预售回款继续投,如此循环,不断疯狂扩张。 而这一过程中,房企不仅拿走了,100%的购房预付款,还欠着银行贷款,拖欠大量的施工款。 事情成了,就是空手套白狼。 时空人与高管,分钱分道手软。 一旦输了,就是彻底的爆雷。 造成遍地烂尾楼,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。 而无限责任担保,则是回归底层逻辑。 不再顾左右而言他,而是直指核心,承担应有的责任。 这也是荣创和孙鸿斌,能获得债主更多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而像杨国强这样,出来两个相,大肆宣传卖了一两架飞机。 即便有3亿美元的无锡贷款动作,仍然与其核心问题相距甚远。 似乎还是简单重复,许家印过去的那些表演。 作为国内三大核心房企的碧桂园,在万一级债务中, 对于如何有效化债,目前的碧桂园,尚在观望和摇摆。 在私利与重利的取舍上,犹如迷雾,没有清晰的说法,也让市场质疑颇多。 显然,杨氏妇女需要有足够的诚意和魄力,才能获得债权人的谅解,才有望闯关成功。 卖飞机与无锡借款,暗示了杨氏妇女的徘徊和犹豫。 预示着碧桂园的化债之路,仍会有许多变数。 对于他们来说,当下的重要抉择,是追随许家印而去, 还是学孙宏斌的破釜沉舟。 这将决定杨妇女与碧桂园,最终的命运走向。 我们再来看另一边,这个周末,证监会紧急加班,干了两件大事。 10月14日傍晚,证监会官网发布了重磅通稿, 表示要优化融券相关制度,更好逆周期调解。 通稿原文,看起来比较复杂。 但简单来说,第一件事就是限制融券,也即限制在A股做空。 熟悉股市的朋友,应该知道, 股市上合法的做空手段,就是融券操作, 也即是借别人的股票抛售, 然后低价买回归还,获得差价收益。 加杠杆做多的方式是融资,也就是借钱买股票。 融资和融券,分别代表着做多和做空。 而证监会的新措施是,融券保证金比例, 由不得低于50%,上调至80%, 私募基金融券的保证金比例,上调至100%, 很明显,这大大降低了A股做空的杠杆。 第二件大事则是,限制限售股转融通。 这也是很多人,经常诟病的一点。 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,在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, 虽然不能卖出手里的限售股, 但可以在市场上,直接做空自己的股票, 类似于,期货交易里的锁仓。 提前锁定,上市发行的资本利得收益, 这使得限售股的所谓限售,名存实亡。 要知道,被限售流通的股票, 一般都大大低于,二级市场股票的价格。 不限售的话,会对二级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, 对散户存在极大的不公平。 而如今新规规定,取消上市公司高管和新员工, 融券借出,这相当于售股融券被暂停了。 但这其中,似乎还有漏洞。 虽然上市高管员工不让转融券, 但是战略投资者还能, 依旧还是违背了限售股的本意。 只要有这个制度存在, 依然会有机构大胆高价申报, 导致高价发行。 然后再通过这个制度进行套利, 公司抄募,机构赚钱, 最后还是散户买单。 而从这两件大事, 我们也能看出,监管层如今真的是很着急。 近期,也是各种动作不断。 就比如时隔八年, 惠金公司再次出手增持。 作为纯正的国家队, 惠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手。 最大的意义, 并不是操作的规模有多大, 而是它带来的只是信号。 它代表的是, 国家层面对市场的监管意志。 一方面震慑做空者, 预示后续政策还会接踵而来。 另一方面, 也是给做多者更多信心支撑。 回看惠金过往的六次增持, 都发生在市场情绪比较悲观的时期。 其中, 前四次增持发生在2008-2012年之间, 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。 而另外两次增持, 发生在2013年前荒, 和2015年股灾期间。 同样也是市场情绪和估值的低点。 而每次惠金出手过后, 市场都会有阶段性反弹。 但惠金增持后, 是否会形成真正的底部, 还取决于两点。 一是当前估值, 是否足够便宜, 二是市场的核心担忧, 是否消除。 也就是中国经济, 是否触底。 首先看估值, 现在的股债收益差, 百分位在92%, 意思是现在A股的估值, 比历史上92%的时候都要便宜。 显然, 最后的一切还是落到了, 中国经济的复苏之上。 但这也是市场, 目前分歧最大、 最纠结的地方。